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彼得兔 Peter Rabbit No Will Goodler 指导 James Golden 老娘叫坦雅的Margot Robbie 以及星际大战的主角 Daisy Rapley 配音演出 Donna Gleason 和Ross Byne 主演 改编是1902年的畅销同书绘本 彼得兔的故事 谢谢片商的邀请 我在上周看了彼得兔的特应场 蛮长的小朋友 然后是一部很欢乐的电影 这是一部真人主演的彼得兔电影 不过兔子还有其他动物的部分 是由CG做的 所以严格来说 算是一部真人还有电脑动画共演的电影 关于彼得兔还有他的三胞胎姐妹 以及堂兄Benjamin的故事 还有他们的好朋友 也就是画下彼得兔的B 基本上整部电影的最大主轴 就是彼得兔和人类之间的菜园争夺战 然后配上很多的笑料 还有一小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虽然这是一部设定上明显比较低龄的电影 不过它很明显的是 想要给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一起观赏的喜剧 麦蒙的动物是小朋友喜欢的 而喜剧的笑点也做得不错 是能让大人都笑得出来的 但可能对大人来说 会有点剧情过于简单 然后对小朋友来说 有一些笑点又让我觉得有点太超过了 基本上彼得兔是一部成功的 适合合家观赏的电影 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它崩坏了原作的气质 弄得有点像是过了头的喜闹剧 你知道我们原来会看到彼得兔的地方 大概都是一些很贵的瓷器上面 然后画风也是那种英式古典的感觉 这部电影中原本优美的偷菜小兔子 变成了中恶无敌的恶霸 一开始是有点让我傻眼的 不过整体看完之后 还算是可以了解的调整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是为了让这部电影更迎合现代人的娱乐口味 它也有在剧情上面补足 彼得兔所作所为的原因 但故事不是只有简单的好人跟坏人之分而已 这部电影彼得兔在我欣赏过程当中 不断的让我想到一部很经典的电影 一部很经典的儿童喜剧 小鬼当家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被遗落在家中的小男孩 和两个怯贼的对峙当中 利用着很多荒唐的恶作剧 去制造出笑料还有喜感来 然后也有一些儿童内心层面的描写 这部彼得兔也是差不多的 他的搞笑是比较没有礼貌的 所以我想一些比较保守的爸爸妈妈去看完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意见 但只有一些些啦 剧情的核心主要是主角内心的成长 电影把彼得兔内心设定成为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他失去了他心爱的东西 就不顾一切的要抢回来 结果最后当然是弄得两败俱伤啦 两个真人角色都算是相当的称职 Donald Gleason 有着从星期大战上一集 就被定位成丑角的表演 而Rose Bryan 则是在这部电影中 彻底的散发出他的光芒来 帮主角彼得兔代言的James Corden 则是这部电影的大功臣 他虽然只有配音演出 但他的确有把整齣戏给带起来 让整部电影都很成功地沉浸在他 个人的喜剧节奏里面 这是一部还算挺精彩的喜剧电影 有很可爱的动物 简单而有教育性的剧情 好听的音乐 还有一些些的歌舞 适合把家中的小朋友 带到电影院里来欣赏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来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影片见了 拜拜